地球暖化气候异常 需要人心用爱关注 司机职工在塞尔维亚 真心诚意关怀难民 也看见他们展露笑容 证言上人今天职工早会开示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要培养爱的能量 人心平安 天下才能平安 根据科学家公布的资料 北极海滨的面积持续在减少中 而消失的面积相当 33个台湾那么大 而海滨的融化 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回复 气候变迁恐怕会加速 现在的科技发达 可以看到的 这都是地球上的真实像 在海面上可以看到的 总是我们要如何能帮助到 用爱人心平自然 叫天下气候平安 用爱关怀地球的每个角落 慈继之工持续在塞尔维亚 陪伴难民的生活 真心诚意的付出 除了供应热食香饥饭 也带着大家做活动 难能可贵的情感 一点一滴建立 人与人之间培养出 落难死的感情 还有跟这一群菩萨的 在一起培养出那一分的爱心 抹灭掉仇恨或是厌的心态 培养爱的能量 这都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互动 爱能带来平安 也能改变人生 曾经因中风生病 而对生活绝望的吴永华 妹妹鼓励她加入此季环保服务 她感受到志工们的爱心 怀抱感恩也学习付出 生命重新站立 大爱新闻赵又盈 邓明仪 花莲报导